黄州 黄州 老師 您在做畫嗎 是啊 我在畫一棵樹 為什麼會畫一棵樹呢 D-Day TV KPM 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一集的D-Day TV 那今天我们要小学五年级的华文课 那来到现场给我们上课的是哪一位老师呢 是来自哪一所学校呢 马上去看看老师的介绍片段 我们欢迎张嘉倩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老师好 老师 葳葳你好 是 老师可以进来这边吗 可以 谢谢老师 我们在节目开始之前 我们先做一些简单的SOP步骤好吗 就比如说我们要消毒我们的双手 老师来 我们请 消毒液 要消毒双手 然后我们全程都会戴上口罩的 我们也会保持一定的肢体治理 这样上课比较安全 没错 老师今天也给我们带来了六位同学对吧 是的 没错 以Google Meet的方式在线上 跟我们一起学习 那究竟这六位小朋友是谁呢 我们把他请出来了 有男有女 他们都是小学五年级的吧 大家好 好 来 我们请同学们 一个一个自我介绍好不好 来 先从这位罗立峰开始好吗 大家好 我的名字是罗立峰 我来自吉隆伯乐森华乡 你好 来 第二位呢 第二位是女生吗 是的 我来自我介绍的庆欢 庆欢 庆欢 庆欢来自我介绍 大家好 我名字是姚庆欢 我来自吉隆伯乐森华乡 同班同学 是吧 是 好 那我们来第三位 好 我们请叶正 叶正 大家好 我的名字叫陈叶正 我来自吉隆伯乐森华乡 好 接下来第四位呢 我们看看是哪一位 我们请佳慧 佳慧来自我介绍吧 好 大家好 我叫何佳慧 我来自吉隆伯乐森华乡 你好 佳慧 来 第五位同学 说说你的名字 好 我们请婉萱 大家好 这是袁婉萱 我来自吉隆伯乐森华乡 好了 那最后一位呢 大家好 我来自乐森华乡 林伯红 好 大家都好 都吃个早餐了吧 吃个早餐了吗 睡过了 都点头 都点头 所以老师今天我想问一下 今天我们要画一棵树 然后有爱心 有一个小小的人物在那边 是不是跟今天的课堂 有什么关系呢 是的 今天我们会读一则故事 那刚才老师画的这幅画呢 是跟我们今天要读的故事有关系的 就跟树跟一个小男孩有关系吧 对 可能老师可以在那边 跟我们介绍一下 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个故事呢 一棵树 这个树有名堂吗 是 这棵树是我们平时会看到的树吧 就是日常生活中都会看到的 那今天我们看的树 会有少许的不一样 很茂盛 我看到很茂盛的一棵树 对 对 对 那今天我们来看一看一棵很特别的树 那我们一起读一读这棵很特别的故事 那在那之前 老师要电视机前的小朋友及线上的六位同学 你们来观察一下这张图片 仔细地看一看 告诉老师你们都看到了些什么呢 线上的六位同学 有谁要分享的吗 好 庆欢你来说 看到什么呢 老师 我看到一棵树和一位小男孩 好 谢谢庆欢 那庆欢是看到了树和男孩 分别是图片的两个重点 那其实我们在观察的时候 我们可以仔细地看 怎么仔细地看呢 我们可以看一看图中的男孩在做些什么 树长得怎么样 好 线上的同学可以尝试看看吗 有谁想要尝试的吗 好 婉萱你来说 老师 我看到有位男孩想要接住树给他的苹果 好 婉萱做得很棒 婉萱注意到了男孩伸出手的动作 看起来的确像是要接着那一颗 正在往下掉的苹果 还有谁要尝试的吗 好 又红你来说 我看到一棵树 递给小男孩一棵苹果 好 又红是看到了树叶好像一只手 递给男孩一棵苹果 那其实大家可以看到 婉萱和又红他们在观察图片的时候 他们都用不同的角度去看这一张图 其实我们在观察的时候可以用不同的角度 这样的方法来观察图片 同学们都做得很棒 那今天我们要来看的是 是由美国作家谢尔西尔福斯坦的爱心术 那老师希望电视机前的小朋友 及线上的六位同学能够透过这堂课 理解教材 联系上下文 并且掌握篇章的内容及中心思想 那在我们读这则故事之前 老师想给电视机前的小朋友 及线上的六位同学 小小的任务 我们来看一看 那老师希望同学们在读故事的时候 可以从故事里边找出树和男孩 也就是两个主角 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然后同学们也可以尝试找找看 在故事里男孩像树要了些什么东西 同学们可以不妨尝试挑战看看 那事不宜迟我们就 现在老师可能先缓一下 老师在给了同学们一个任务之后 电视机前的朋友也可以尝试一下 就是老师稍后会给我们讲关于爱心术的故事 那究竟这个故事是怎么样的呢 然后你可以从这个故事当中 得到一些什么启示呢 我们先休息一下 稍后来我们请张老师给我们讲故事 来休息一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KPM 迫不及待要听听老师讲爱心术的故事 我们马上把时间交给张嘉倩老师 老师 请讲故事 好 谢谢主持人 那事不宜迟我们就看一看这一则故事吧 那在我们朗读这一则故事之前呢 老师需要线上的同学帮忙朗读 术和男孩的对话 有谁能帮帮张老师的吗 好 立峰你就负责读男孩的部分 也就是蓝色的部分 那婉轩呢 你就读树的部分 也就是红色的部分 那其实老师把故事的内容 以三种颜色来区分 立峰会读蓝色 然后婉轩会读红色的部分 而张老师会读黑色的旁白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则故事 从前有一棵树 他好爱一个男孩 每天男孩都会跑来爬上树干 抓着树枝荡球前 玩累了 男孩就在树荫下睡觉 树好快乐 日子一天天过去 男孩长大了 树觉得孤单 我们来看一看男孩长大后发生什么事 有一天 男孩终于来了 楚说 孩子 我好想你啊 来 快爬到我的树干上 抓着我的树枝挡球枪吧 就像以前一样 我已经不是小孩子了 我不想再爬树玩耍 男孩说 我想买东西来玩 我要钱 你可以给我一些钱吗 对不起 楚说 我没有钱 我只有苹果 孩子 要不你拿我的苹果到城里去卖 这样你就会有钱 就可以买到你要的东西 你就会快乐了 于是 男孩爬到树上 栽下树上所有的苹果 带着苹果离开了 树觉得好快乐 故事读到这里 我们稍作停顿 老师 这里有一道问题想问问大家 当男孩摘下了树上所有的苹果的时候 树为什么感到快乐呢 同学们可以思考一下 请问线上的同学有谁要分享的吗 好 叶正 你来说 老师 男孩摘了树上的苹果 树还很快乐 因为树觉得能用自己的身体部位 满足男孩的愿望 男孩觉得快乐 他就快乐 好 叶正是认为 树觉得很快乐是因为 男孩觉得快乐 他就觉得快乐了 那树是以男孩的快乐当作是他的标准 那还有需要分享的吗 好 嘉慧 你来说 老师 我认为 男孩摘了树上的苹果 树还很快乐 因为男孩终于回来找树了 而且树还能让他拥有钱 买自己想要的东西 这样他就会快乐了 好 谢谢嘉慧 那嘉慧是认为 树觉得很快乐是因为 男孩终于回来找树了 那我们看看接下来的故事 发展得怎么样 又过了好久 树每天都在这里 等着男孩的身影出现 树很伤心 有一天 男孩真的回来了 树高兴地全身发抖 他说 孩子 你终于来了 快快爬到我的身上 让我们一起快乐地玩吧 好 又过了好久 男孩又再一次出现在树的面前 这一次树邀请他爬到他的身上 一起快乐地玩吧 我们看一看这一次 男孩的反应是怎样的 我现在很忙 没时间爬树 男孩说 我想要盖一间房子 我还想结婚 生小孩 你能给我房子吗 树想了又想 说 我没有房子可以给你 不过你可以砍下我的树枝 去盖房子 这样你就能满足愿望了 当男孩砍下树枝 拖着所有的树枝离开时 树真的好快乐 那读到这里 老师要大家稍微停一停 我们来思考一下这道问题 当男孩砍下树枝的时候 同学们思考一下 树当时的感受是怎样的呢 有谁能够分享的吗 好 庆欢你来说 好 庆欢认为树是很快乐的 因为男孩终于回来找树了 那我想问问大家 当男孩砍下所有的树枝 他拖着所有的树枝离开的时候 为什么当时树是真的很快乐的呢 有谁能够分享的吗 老师 我想说一下 好 来 那其实你想一下 这个是一个苹果树 那当苹果跌下来 它去摘的时候 那个是理所当然的 就是很自然的 会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现象 就是苹果掉下来去摘 可是这个树干是它本身 她的生命 那你砍它下来 它不会觉得很惋惜很痛吗 对啊 它还会快乐吗 这就是为什么 老师想要大家思考这道问题的 为什么当时的树是很快乐的 跟以往的不同 它不是栽苹果 因为苹果是理所 我当然让他们摘下来 没错 去吃 去卖 对吧 那这一次是树枝 那同学们可以思考一下 为什么这一次树还是很快乐呢 刚刚我看到立峰举手了 立峰可以回答一下吗 因为树帮助男孩实现了想要一间房子的愿望 在树的心目中 男孩的快乐是永远排在第一的 好 谢谢立峰的回答 那在立峰看来 树觉得很快乐是因为 他把男孩的快乐排在第一 排在最主要的位置 好 站在这里 老师要谢谢立峰和婉轩 帮忙朗读树和男孩的对白 那我们在进入下一个部分之前 老师想要请一请线上的其他四位同学 有谁能够帮忙接棒朗读的吗 好 佑红你就负责读男孩的部分 好吗 还有吗 好 佳慧 佳慧你就负责读树的部分 那黑色的旁白还是由张老师来读 好 我们继续往下看 很久以后 当男孩再度出现时 树激动地流下了眼泪 几乎说不出话来 来呀 孩子过来玩 他轻声地说 我很伤心 而且我老了 玩不动了 男孩说 我想要一艘船 到别的地方开创事业 你可以给我一艘船吗 好 谢谢佳慧和佑红 故事读到这里 这一次 男孩又再度出现在树的面前了 这一次他要什么呢 薇薇 他要一艘船 对 他要一艘船 那我们来看一看这一次 树有没有满足 男孩想要一艘船的愿望 我们继续往下看 树想了很久 说 砍下我的树去造船吧 这样你就可以远航开创事业 你就会快乐 男孩砍下了他的树干 造了一条船 驾着船走了 树很快乐 但不是真的 他真的不快乐了 这里我们先停一停 老师有一道问题 想问问电视机前的小朋友 及线上的六位同学 当男孩砍下树干的时候 此时此刻 树的心里是怎么想的呢 线上的同学有谁要分享的吗 好 立峰你来说 树很快乐 虽然他已经实现了小男孩 想要一艘船的愿望 但他真正要的快乐 这小男孩陪他一起荡秋千 和在树荫下睡觉 好 谢谢立峰 立峰是认为 这一次他不是真的快乐 是因为他想要真正的快乐 是男孩的陪伴 那有谁还想要分享的吗 好 叶正你来说 好 其实叶正和立峰 都有一样的看法 就是树他其实要的是 男孩的陪伴 那我从叶正的答案中 我发现到叶正有提到 这一次树是思考了 长时间的思考 他才答应了男孩的要求 我想问问叶正 你是怎么知道 树这一次 他是思考了很久 才做的决定呢 老师 我是在故事内容里 发现到的 树想了很久 最后才让男孩 砍下树干 好 谢谢叶正 叶正有注意到 故事的内容里边 有提到说 树这一次想了很久 才把这句话说出来 非常棒 那老师想问问大家 为什么这一次 树需要考虑那么久 需要思考那么久 才答应男孩的要求呢 嘉惠动作好快 是 嘉惠请说 好 老师 我认为树想了那么久 的原因是 男孩砍下树干后 树就再也没有栽生能力 再也没办法帮助男孩 实现冤枉了 好 谢谢嘉惠 我也是这么想 因为他就 所有东西已经没了 就剩下一个短短的树干而已 可能男孩就觉得 他没有利用价值是怎么的 就不会回来找他了 对 他可能因此感到伤心 对 他因此感到 这一次好像没有 不能够再帮他了 对 好 我们继续往下看 又过了很多年 男孩已经变成一位老公狗 有一天 他来到树的面前 好 谢谢嘉惠 那这里呢 老师要大家思考一道问题 在这里 在这里 树因为什么事 而对男孩感到抱歉呢 线上的同学有谁要分享的吗 好 有两位 来 婉萱你来说 他已经一无所有 没有别的东西再给男孩 他觉得自己已经没有办法满足男孩了 他觉得男孩会失望 因此他感到告歉 好 谢谢婉萱 那婉萱是认为 这一次树 他已经一无所有了 他没能再帮助男孩去完成他的愿望了 那还有谁要分享的吗 好 婉萱你来说 是 男孩拿着树干后 树没有其他东西能给男孩了 他不想辜负男孩的期望 因此感到很抱歉 好 谢谢婉萱 婉萱其实抓住了重点 其实大家有发现到吗 其实男孩他只是出现在树的面前 他什么都还没提 树就已经跟他道歉了 那婉萱是发现到说 树可能不想 让男孩失望 不想辜负男孩的期望和期待 那我们来看一看 这一次已经变成老公公的男孩 他这一次想要像树要些什么呢 电视机前的小朋友及线上的同学 你们可以不妨猜猜看 来 线上的同学有谁要分享的吗 你们来猜看这一次 已经变成老公公的男孩 他这一次像树要些什么呢 栗峰你来说 他要求是什么呢 已经变老的男孩可能想要树的树墩 来制作一些雕刻品 并且做完后摆放在家里 好 栗峰是觉得他想用剩下的树墩 把它做成雕刻品 放在家当摆设 好 还可以 还可以 还能接受 来 其他的同学有谁要分享的吗 好 庆欢你来说 老师 我认为男孩会用树墩来制作 额外的备用拐杖 好 庆欢是认为 男孩会用来把那个树墩当作是备用的拐杖 他有注意到插图吧 就是已经变成老公公的男孩 他是带着拐杖来建树墩的 是 所以庆欢就想到 可以做备用的那个拐杖 非常有创意 好 我们来看一看这一次 已经是老公公的男孩 他的要求是什么 我现在要的不多 男孩说 只要一个安静可以坐下来 休息的地方 我好累 好累 好 谢谢又红 其实故事读到这里 我们已经把整篇故事都读完了 那我们看一看 此时此刻 已经是老公公的男孩 他坐在树墩上 他的心情是怎样的呢 线上的同学 有谁能够分享的吗 好 嘉慧你来说 老师 树 老师 我认为男孩感到高兴与怀念过去 虽然树已经什么也没有了 男孩也不能再像以前和树一起当秋千了 但是时隔许久 他终于有时间像以前那样陪伴树 好 谢谢嘉慧 嘉慧是认为此时此刻 男孩是高兴的 因为他可以做到了树药的陪伴 还有谁要分享的吗 还有吗 好 栗峰你来说 来 好 栗峰是认为说 男孩觉得很满足 因为这么多年来 树都一直在努力地帮他满足他的愿望 此时此刻 他觉得很满足 好 谢谢栗峰 那也谢谢刚才为我们朗读的嘉慧和佑红 所以我们听过的故事呢 我反而觉得这个故事有点感伤 就感觉像是一个父母在无私地 一直在为孩子付出 孩子要什么他都满足他 然后最后的时候 感觉自己好像没有什么可以给孩子了 但是孩子回到自己的身边陪伴他 又觉得很感动 就心情是很矛盾的 很复杂的 我们再休息一下 稍后来呢 我们请张老师给我们解说一下 究竟这个故事给我们带来怎么样的反思 我们休息一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的节目现场有张嘉倩老师 带着六位小朋友在线上 跟我们全国的同学们一起上课 今天老师给我们讲的故事呢 是一个关于爱心术的故事 故事已经讲完了 老师接下来会跟我们说说 这个故事究竟给我们带来 怎么样的一个反思 怎么样的一个 就是说课里面带来一些什么样的讯息给我们 对吧 好 那谢谢主持人 在那之前呢 老师想要线上的六位同学及电视机前的小朋友 先完成老师在课前给大家的任务 对 让大家来分享一下 最后我再做总结 那不知道线上的六位同学及电视机前的小朋友 你们还记得老师在课前给大家的小小的任务吗 那老师把这任务分成两个学习单 我们来看一看 第一个学习单是 男孩从树的身上到底获得了什么 然后为什么他会从树这里得到这些东西呢 可以说一说原因 好 我们看第二份 第二份的学习单是 尝试看比较树和男孩的性格 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不妨可以尝试挑战 看看这两份学习单 那老师会把线上的六位同学分成两组 一组三位 待会他们会分享他们的讨论结果 他们的一些分享 那我们先看一看第一组的同学 他们的讨论结果是怎样的 我们请第一组的同学可以分享吗 这是我们的组所讨论的内容 男孩在小时候会抓着树枝荡秋千 因为他觉得很好玩 男孩之后栽了树的苹果 为了换取钱买东西 男孩拿了树枝 因为他想要盖一间房子 已经变老的男孩想要一艘船 最后树让男孩砍下树干 男孩坐在树墩上 因为他想要一个安静 可以坐下来休息的地方 以上是我们讨论结果 谢谢 好 谢谢第一组的同学的分享 我们来看一看第一组的同学 他们所展示的那些内容 好 男孩像树所要的东西 他们分别列了五样 分别是荡秋千 苹果 树枝 树干和最后的树墩 然后原因是 他们荡秋千是为了要拿 获得乐趣 当然也包括了在树荫下睡觉 不只是乐趣 可能还有包括休息 然后再来摘了苹果 是为了什么呢 换取钱来买自己想要的东西 然后拿了树枝 是为了盖房子 结婚生小孩 然后砍了树干是为了造船 到最后树墩是他用来休息 安静地休息的地方 对 好 我们看一看 这里从男孩像树要的东西 或者是我们从树所给的男孩的东西 我们可以看得到 老师想要大家思考一道问题 到底树爱不爱男孩 非常爱 非常爱 威威觉得是非常爱 是 很伟大的爱 你看他要什么 他都尽量去满足他 就算是要砍了他身上的树枝 让他受伤了 可是他还是在所不惜 他为了就是要满足男孩 好 非常无私的一个爱 对 非常无私 尽量地去满足男孩的所有的要求 对吧 我们听听看线上的同学 你们的看法 有谁要分享的吗 好 庆欢你来说 树很爱男孩 当男孩长大了后 男孩不仅没有跟树玩 还一直求树给他要的东西 但是树并没有讨厌男孩 还给了男孩苹果树枝树干 让男孩实现愿望 好 谢谢庆欢 庆欢跟主持人薇薇是一样的看法 他认为树是很爱男孩的 那还有谁想要分享他的看法的吗 好 叶正你来说 老师 我认为树很爱男孩 树在男孩小时候一直陪伴着他 虽然男孩一而再再而三地 从爱情树取得帮助 树依然还是无私地奉献出 自己的身躯来帮助男孩 好 谢谢叶正 叶正里面有提到说 虽然男孩一而再再而三地向树索取东西 但树还是满足了男孩 好 那叶正我想问问叶正 反之 你认为男孩爱树吗 老师 我觉得男孩也很爱树 男孩从小就获得树的陪伴 一起和树玩乐 他也没想到树能在他最后的时刻 挺着圣女的身躯 陪伴着他度过他圣女的人生 好 叶正是从男孩小时候 及老的时候对于树的依赖 来认为说男孩其实也是爱树的 好 那我们来看一看 接下来第二组的同学 他们针对第二份学习单 也就是男孩和树的性格来做分享 那有请第二组的同学 接下来我们的主要和大家分享的是 关于树与男孩的性格对比 男孩是一个贪心不知足的人 因为男孩像树要了苹果和树之后 还要了他的树干 我觉得男孩得寸进食的从树的身上 驱走他的苹果树枝和树干 我觉得男孩没礼貌 因为他一而再而三地向爱情树 拿了他所有的东西 却一句道谢都没有 现在还留意到没有道谢 树很善良 因为他用他的身躯 多次帮助了男孩实现他的愿望 而不求回报 他唯一希望的是男孩能陪他一起玩 树很无私 虽然树在男孩长大后得不到男孩的陪伴 可是树还是一直帮助男孩实现他的愿望 以上是我们的讨论结果 谢谢 好 谢谢第二组的同学的分享 我们来看一看第二组他们的看法 他们是认为男孩是贪心不知足的 我觉得他们这边解释得非常好 为什么呢 你们有注意到吗 他们用了得寸进尺这个词来形容 男孩向树索取东西 那我想问问第二组的同学 为什么你们觉得男孩是得寸进尺呢 好 嘉慧你来说 因为男孩从树的身上拿走了苹果和树之后 还向他拿走了树干 好 谢谢嘉慧 那第二组的同学是认为 男孩的要求是不停的 不间断的 从苹果树枝到树干 好 这一点老师觉得他们做得非常好 那我想问问 为什么第二组你们认为 男孩是没有礼貌的呢 你们觉得为什么男孩在索取苹果树枝树干的 就是那个时候 他是没有道谢就走了呢 好 叶正你来说 老师 我认为男孩觉得树 爱心树的帮助是理所当然的 好 叶正是认为 男孩之所以拿了东西就走 没道谢是因为他觉得这些东西 是他应得的 是理所当然的事 那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男孩他其实都以自己为中心 拿了就走了 道谢也不说一声就走了 这边其实我们可以用另外一个词来形容男孩 威威 你认为是什么词呢 以自己为中心 只顾自己的感受 自己要的东西拿了就走 自私自利吗 对 自私我们可以用自私来形容男孩 好 再来我们看一看树的性格 那根据第二组的同学的分享 他们认为树是无私 是善良的 那针对无私老师觉得他们解释的也非常不错 他们的用词非常的精准 我们来看一下他们怎么解释 我们可以看得到 他们在解释的时候有说到 树是多次帮助了男孩 他不是帮一次 他帮很多次 而且他不求回报 多次帮忙 不求回报 那这样子其实也就符合了无私这样的条件 这点老师觉得第二组的同学 他们在用词在表达的时候 表达得非常清楚具体 这点是非常可许的 那老师在这边想要大家思考多一道问题 那你们看了爱心术的特点之后 可以告诉老师 你们觉得爱心术必须要具有哪些特点呢 好 栗峰你来说 可以愿意为他人而牺牲自己的 好 栗峰是觉得爱心术 他是愿意为了他人而牺牲自己的 好 还有谁要分享的吗 好 叶正你来说 老师 我认为爱心术一定要是无私的 好 爱心术是无私的 这是第二点 还有吗 还有谁要额外添加的吗 来 庆欢你来说 我觉得术是不求回报的 爱心术是不求回报的 那根据刚才同学的分享 我们听到了有三个特点 无私 愿意为他人牺牲 还有不求回报的 那我想要电视机前的小朋友 及线上的六位同学 你们可以针对这三个特点 无私 不求回报 为他人奉献自己 这三个特点呢 去联想一个人 如果要你们把爱心术 联想成一个人的话 他可以是谁呢 好 利丰你来说 我联想到我们的老师 因为他们无私的传授我们知识 并且浪费他们的时间和精力 教我们做人的道理 好 谢谢利丰 利丰是联想到老师 他针对了无私 然后为他人奉献 奉献什么呢 他的精神 时间 那还有谁要分享的吗 好 叶正你来说 老师 看了题目后 我顿时想到我的父母 他们不求回报的同爱我和妹妹 并无私地奉献出自己的爱 也会为我们牺牲自己的经历 况且只希望我和妹妹 能一起快乐地成长 他们是我生命中注定的爱心术 好 谢谢叶正 叶正也顺便向他的父母 告白了一番 对吧 生命中注定的爱心术 那叶正是觉得 他的父母给了他无私的爱 奉献了 牺牲了自己的经历 只为了他和妹妹 能够快乐地成长 刚刚还有一位同学举手 对吧 有谁要分享的吗 好 佑红你来说 我想到我的外公 他不停地宠爱我和妹妹 当妹妹想要新玩具时 外公都会冒着生命危险 出门买玩意儿 只希望妹妹能快乐地玩耍 每当我不明白数学 作业上的难题时 公公都会尽力教导我 指引我 好 谢谢佑红 我捏了一把冷汗 怎么冒着生命危险 对 老师也感到好奇 老师想问问佑红 你的外公是怎么样冒着生命危险 去为妹妹买玩具的呢 因为现在疫情的关系 外公的免疫力很弱 比较容易患上肺炎 所以他冒着比较大的生命危险 佑红是觉得 现在疫情肆虐的时期 外公免疫力低 所以其实不要出门风险会比较好一点 所以佑红是觉得说 外公这样的举动是很伟大的 是 确实很伟大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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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为了牺牲自己的 怎么说 风险吧 对 对 对 谢谢佑红的分享 那 我们 是 老师我觉得这个外公也 未免也太伟大了 而且你是谁 刚才发表意见的是谁 佑红吗 佑红啊 你感觉像 有点像那个小男孩 这样有没有 如果可以的话 我们就多为我们的长辈 我们身边的人着想 就不要冒风险去到外面去买 你需要的东西比较好 好 这里我们再休息一下 稍后回来呢 我们给老师也一个机会 来总结一下 今天给我们上的这堂课 好不好 好 先休息一下 小朋友也休息一下 我们稍后再见 那今天来到现场的张嘉倩老师呢 给我们讲了一个关于爱心术的故事 来到节目的尾声了 我们请老师给我们总结 究竟这个故事 给我们带来怎么样的一个价值观 我们请张老师 谢谢主持人 那现电视机前的同学 及线上的同学 那老师这里呢 有一道问题想问问大家 刚才我们看了爱心术 然后我们也把爱心术联想成 你能够联想到的人 那这里呢 老师有一道问题想问问大家 同学们不妨思考一下 你身边是否也拥有 这样一棵无私的爱心术 那线上的同学 如果你有的话 可以跟大家分享吗 看到立峰笑着举手 立峰你来说 老师 我有两棵爱心术 一个是我的爸爸 一个是我的妈妈 他们无私地照顾我 虽然我有时会对他们感到不耐烦 但他们最终也是会原谅我 好 立峰很幸福 我这里问的是一棵爱心术 它有两棵爱心术 它的幸福是双倍算的 好 谢谢立峰的分享 还有谁要分享的吗 好 庆欢你来说 老师 我的爱心术是我的妈妈 让妈妈发现我的国文程度很低时 妈妈不仅没骂我 还耐心地一个字一个字的妈妈教我 直到我完全领悟到 全部我不会的国语生字 好 幸福 谢谢庆欢的分享 那庆欢的爱心术是妈妈 妈妈我觉得她是无私地在奉献 及牺牲她的时间和精神 在教庆欢关于课业的一些问题 好 那有了这样一棵爱心术 那我想问问电视机前的小朋友 及线上的六位同学 如果你的身旁或你的生命中 有这样子的一棵爱心术 给你一个机会的话 你想对你生命中的爱心术 说些什么话呢 好 嘉慧 嘉慧请说 老师 我生命中的爱心术 是我的奶奶 我想对她说谢谢您一直以来 给我的鼓励与关心 谢谢您一直以来的支持我 让我可以克服生活中的困难 让我能平坎地长大 好 谢谢嘉慧 那嘉慧其实在分享的时候 她也告诉大家了 她的爱心术是她的奶奶 在这里她想感谢她的奶奶 跟她的奶奶道谢 好 还有谁要分享的吗 好 婉萱 好 谢谢婉萱的分享 那婉萱的爱心术是她的父母 在她需要的时候给予她最需要的爱 好 那婉萱你觉得呢 在你生命中你觉得你的爱心术是谁 很多 我妈妈 然后我的先生 还有我的女儿 我觉得我两个女儿 她们也是我的爱心术 因为从她们身上学到很多东西 就感觉如果她们做出一些 怎么样的举动的时候 你会反思说其实在反射着你 就可能有一些不好的行为的话 其实她在模仿你 所以让我有学习的那个机会 就是要自己树立一个很好的榜样 对吧 榜样 没错 那身为老师的我其实也有这样子的警惕心 我个人认为学生孩子 其实都是我们的爱心术 都是我们学习的一些榜样跟对象 一个警惕 一个动力让我们做得更好 谢谢薇薇的分享 那其实读了这一则故事 我们可以发现到男孩从小变老的整个变化 那其实在故事里面有一件事 有一样东西是有始至终不变的 同学们可以思考一下吗 你读了这整篇故事之后 你有发现到有什么东西是有始至终 唯一不变的事 好 立峰 立峰请分享 爱心术对男孩无私的爱 好 立峰是认为 有始至终唯一不变的是 这棵爱心术对于男孩无私的爱 那其实我们在身旁 或许会有一棵这么一棵爱心术 那其实它或许可以是我们的父母 我们的家人 老师甚至是朋友 那老师希望电视机前的小朋友 及线上的六位同学 你们在阅读这则故事之后 可以在身旁发现爱 甚至学习怎么样表达爱 好 故事读到这里 其实我们的课也上完了 是 老师我想讲的一点事情就是 你看我们即将要开放跨州了 对 跨境了 我想很多人都很想第一时间回乡 没错 对 可是就像我们的卫生部长说的 在你回乡之前呢 你记得你还有很爱你的家人在家里 所以你要回乡之前呢 记得要先筛检 确保自己呢 是没有带着病毒回去 这样子 我觉得这个也是对自己 还有对你爱的人的一个保障 对 这也是一种爱的表现 是 保护家人的表现 好 这里呢 其实老师 还有一个想要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这三本分别关于爱的故事 猜猜我有多爱你 外婆变成了老娃娃 以及爸爸的爸爸是爷爷 那同学们 其实你们可以从不同的故事中 可以感受书中所要传递的爱 当然还有一个平台 还有一个网站是Supergo 同学们也可以从这个网站中 获得不同的学习资讯 以及一些工具 帮助大家线上学习 甚至是居家学习 是 好 我非常谢谢张老师 今天给我们讲了 这么动听的一个故事 我知道我们最后这个部分呢 老师还给我们准备了一个 小小的惊喜 那就是老师呢会弹吉他 然后呢会现场唱一些歌这样子 然后这首歌呢 老师说要微微代唱 我其实蛮紧张的 老师我们来准备一下好不好 好好好 我看到这个歌词呢 他是说 我觉得这个歌词 前面的那一小段呢是感觉 就是像那颗 那个小男孩一样 他到处去漂流的时候 漂流到尽头 然后呢总是有一个家 让他回去这样 然后后面那一段呢 就是那个树的感想 我觉得是这样 他说你就算遇到多少的苦痛都好 没关系 我会在这里为你一起承担 但你遇到快乐的时候呢 也来这里 我跟你一起去享受 一起去感动 我觉得这首歌的歌词呢 很符合今天这个主题 对 这就是老师为什么要我唱歌的原因 没错 没错 微微真聪明 我们试试看啊 我们就先瞅一下这样子 好 我们一起唱 好 希望小朋友 你们要给我们加油一下 要不要一起唱 好了 好 微微准备了 一二三 我在旷野漂流 漂流的尽头 就是爱的宽容 你眼底的温柔 也为我保留 新的寄托 有多少苦痛 有你和我一起度过 一起成熟 有多少快乐 有你和我一起享受 一起感动 老师 我觉得我声音都在发抖了 不好意思 现场了 谢谢大家收看 也谢谢线上六位同学 还有电视机间的朋友 如果是做得不好的话 希望大家多多见谅 再见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